在南海的這一帶呢 則是今年的第四號颱風巴比倫 它在今天下午兩點的時候 增強為發展為輕度颱風 肉帶低壓增強確定生成 第四號颱風巴比倫 預估深夜登陸海南島 對臺灣沒有直接影響 凱米颱風週二週三逐漸帶來風雨 週二週三左右 颱風從臺灣的東方海域 到臺灣的北部的這一帶移動的過程中 它也有逐漸的發展 並且半徑增大強度增強的趨勢 所以在這段期間 我們不排除它的強度呢 是可以來到中度颱風的上限 甚至呢 也不排除再更強一些些 來到強烈颱風的等級 根據氣象鼠陸境前世預報 凱米颱風二十一二十二號 會先以緩慢速度行進 二三二四號受到太平洋高壓 氣流引導通過臺灣東方海面 二十五號進到臺灣北部海面 轉向中國 颱風呢預計呢 在週三到週五這段時間 是距離臺灣最靠近的時期 那其實週二的晚間開始呢 整體在東半部的這一帶的 北部東北部這一帶的雨勢呢 也是逐漸的轉成比較增大的狀況 在大潮的部分呢 在西南沿海還有東北部的這一帶 是適逢年度大潮 因此呢在週三以前呢 整個在漲潮期間的潮水位置 是比較偏高的 週三晚間到週四 凱米最接近影響臺灣最劇烈 氣象鼠不排除 最快週一晚上發布海景 有陣風大潮 颱風動向得密切注意 三連新聞程序解釋完S區小組 台北采訪報導